我很喜欢画画 一直向往这个绘画 一聊起画灯笼 阿嬷开心的心情全表露无疑 内心中爱画画的灵魂 好像被释放一样 这几天忙完家务 就是想要来活动中心画画 新北市永和民权社区 发展协会表示 迎接牛年到来 协会接了一项新任务 要帮新北市灯绘彩绘应景灯笼 这几天陆续完成了60个灯笼 新北市政府的花灯花会 元宵灯会要用的 这一次我们有专业的 包括我们户心美工退休来的 我们高老师 他指令我们民权社区 所有的爷爷奶奶跟小朋友 一起来画 为了彩绘元宵灯笼 民权社区发展协会 邀请退休美术教师高老师指导 希望让作品可以尽善尽美 有迎春的喜气感 高老师表示 要给老人家的最高指导原则 就是开心的画 看到作品的人 也能够感受到 创作者的快乐心境 画得很开心 我画画都 都叫他们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尽量把你心中的美感 尽量表现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预计要参加 新北市灯绘的元宵灯笼 已经陆续完成暂时存放在 民权社区活动中心 一颗颗喜气 应景的灯笼 就告诉大家 年节快到了 也是全家团圆的好日子 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记者林立如 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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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